回去,如果要想要把爬虫学好了,我是觉得也不需要说一定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看那一大堆书 其实我觉得刚刚目前的爬虫主流还是用Python 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要用Python去抓网页,我倒觉得这个是可以选择的 也就是你多一个选项,你就不一定要说一定要选择Python,然后才能爬,爬完之后还要再丢一下一次 那以色尔本身就有了,你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你现在把Python学完,然后把Python资料爬下来 然后最后如果你的结果还是要在以色尔里面用的话,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就在以色尔爬就好了 很多人其实后来会问我,为什么会开这个课,主要我本来是教Python的爬虫,我本来不是在教这个爬虫 后来我发现以色尔里面的爬虫也蛮厉害的,也没什么问题,用起来好像也大体都OK 那为什么我不直接用以色尔来爬就好了,为什么要舍近求远 我还要做一个,等于是说再学一个Python另外一个语言,然后弄了一大堆之后,最后第二个人还是以色尔? OK,好像感觉好像有点绕了一圈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你目前的需求没有非常的复杂 就是简单,我只是希望增加你工作上的效率,然后抓一些可能他那个网页上面的资料 你不希望一直Ctrl C,Ctrl V,一直不断的在浪费时间的话,那我是觉得这样的爬虫,基本上应该已经非常够用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老师我要成为一个爬虫的高手,我要成为一个爬虫的打人的话 当然你一定要多学,甚至你可能要学更多,我觉得 除了拍照之外,可能我觉得HTML你还蛮了解的 不然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前面,如果你要从简单开始,我是建议你可以从爬虫基础 这个爬虫基础,我前面好像举了,我特别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就是网页原始码它一定长这样,只是说呢,现在的网页都是几千行起跳的 哇,那现在太复杂了,所以对各位来说,难度太高 所以如果假设说你对于太复杂的网页还不太熟悉 我是建议你先把爬虫基础前面的单元先把它熟悉 那我们最早是抓什么,抓这个P,这个P是它标签,有没有 当然你可以有几个方法,如果你三个都要抓,那你干脆抓Body就好了 对,如果你抓P的话,你会抓到三个 所以将来会放在一个阵列里面,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老师你那个刮虎,刮虎第几个 因为呢,你抓回来的绝对不是一个 然后它的索引是从零开始 所以特别注意,Hello World的1,它是放在 记得,它的索引是从零开始,所以一定是放零开始 所以这个的话是从1,刮虎1,这个的话是刮虎2 所以假如你用getElement by takeName,标签名称 然后是取P的话,那记得,如果你要抓Hello World的1的话,那就刮虎1 好了 World2就是以此类推,OK哦,记得哦,这个顺序有的话 大概应该就已经第一步OK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原始码上面都有 第二个的话就是范例2,范例2里面的话呢 其实是抓那个什么,抓那个我们的KS名称 所以范例2这边,除了ID之外还有KS 那也就是网页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原始码,哦,原始码就这边 这个原始码,我来稍微放大一下啦 那你们回去可以再参考一下前面讲过的 因为这个我是觉得蛮重要的,如果假设 你对这个关系不清楚的话,可能在学习上一定会 很多的,很多的问号,OK 那你会发现它除了P之外,没有 其实理论上它有可能有ID 它有可能有KS 但是这两个不是必要的,标签一定是必要的 可是ID跟KS它不是必要的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网页原始码里面 奇怪为什么有的没有KS,有的也没有ID 所以当然如果你要抓原始码解析的话 第一重要一定是标签名称,有没有 所以像我们刚刚抓的A,A是超连结 那一个网页里面的超连结一大堆 那你怎么知道你要的就是那个区块的超连结析 所以我们分两阶段,有没有 先抓那个DIB 再抓那个区块里面的A 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你要抓的范围是对的,OK 所以KS了,其他的话 另外的话呢,底下这个第三个单元 第三个是抓它的什么 抓它的这个,我们第三有没有 这个是抓它的那个超连结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标签名称 那HREF等于这个就是它的属性 所以如果你要抓这个属性里面的东西 那记得就是要用什么 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练习了 所以这一段程式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呢 我要取的里面的字的话 标题文字的话 那就是Innertest 如果我要抓的是它的超连结的话 那就是.HREF 这个前面都讲过了 所以细节部分呢 如果假设你还不是太清楚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前面 应该是上下礼拜的影片 稍微再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补充一下 对啊,这个清图就好 抓那个 我们的焦点新闻 爬下来,OK 然后呢 其实这边有超连结 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超连结最好是怎么样 直接这边 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可以点击 就可以跳浏览器最好 那目前没有这个功能 比如说我想知道 哇,一看到 爸妈领钱的 政府要发六千块 我想说 哇,你们想要拿吗 谁不想拿 对吧 好,六千块 过年 但是 缺了六千 哈哈 如果有的话 但问题是你一定要有超连结 所以我刚刚讲 按右键 超连结嘛 你要把这个名称 怎么样 抠下来之后 贴到这边来 网址 按确定这边就有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点它的时候 它会跳浏览器 你可以看到 我刚刚看了一下 蛮失望的 因为它什么资格才能领呢 家中有新生额 就是 意思就是 你要增产报国 就 但是好像 不划算吧 那六千 你可能要花了 哇,不值不值 哇,这个花不完 好几百 不值吧 可能 估计应该要 要个一千万吧 我如果把小孩讲到 他长大以后 可能还如果 他如果 想要出国念书的话 哇,那算了 自己 所以实在 为了这六千块 不划算 OK 那 如果假设 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地方 我希望加超连结 也就是我把 刚刚的这个资料 下载完之后 我希望能够 都一气呵成哦 OK,那应该怎么做 我刚刚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 原始码 你们自己找一下 这个原始码 是在 这一段 这个Sub 这一段 其实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有贴到 云端上面 的第几页 应该是在 以下20页吧 我刚刚有看了一下 一贴的对 不是 应该是下面这里 我就这一段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这一段 没有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Sub Ctrl C 然后呢 直接 记得先插入一个模组 把它贴上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才对 这个 我把它重贴一下 看一下 应该我好像没改 就一模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 把它 弄一下 我这边又加一个清除 这个清除的话呢 其实程式非常简单 里面的话就是一个 Sales 就是指所有的除全格 点CLEO就是帮我清掉的意思 OK 然后再执行它一下 好了 那 只是说呢 有点不够完美 同学说 刚刚这个地方 没有加超延 有点可惜耶 但是如果我希望呢 它能够帮我下载完之路 然后呢也自动完成加超延结的画 那应该怎么做 如果不会写 那我们前面讲过了 所以我觉得在 Excel里面 它写程式部分 还蛮方便一点 就是说它也提供入字具体 然后如果你假设 又会配合Charge UBT的话 我是觉得 在Excel里面写VBA程式 其实难度 我觉得会比其他语言 我觉得会简单很多耶 因为真的蛮方便 其他语言 好像没有这种入字具体 我好像印象中 有哪个语言是可以用录制具体的吗 好像没有 只有VBA吧 有啦 我记得好像其他的Scripper语言也有录制 但是录的没有那么的成熟 这个是目前我觉得是蛮方便的一点 所以如果假设希望写一个 当我下载完之后 自动帮我加所有的超延结的话 那我可以先录一个 然后把它写个回圈 让它全部就OK了 所以我录制的话 你不用说全部做完 你只要做一个 然后在外面包一个回圈 这样你应该OK了 所以录制的话 我们理论上就是 就是这边开发的人 这边有录制具体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吧 名称也要超连结好了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把刚刚的那个动作做一下 OK 按右键 大家哪一个都OK 其实我用这个按右键 超连结 然后把这个名称 复制一下 接到这边来 好 这样OK了 就停止录制了 不用再录制了 录制 OK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修改 因为目前的话 你把它清除掉 假设 再下载 这个应该空的 所以你可以用刚刚那个 这个 超连结这个 执行 有一个 但问题你很多个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来修改 那怎么修改 超连结按编辑就可以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录制具体 它好像 帮我们先多增加一个Module 3 然后呢 把程式放到这里面 所以在Module 3里面 就会有这一支程式 所以如果你把它关掉的话 其实你打开Module 3 里面就是 超连结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基本规则大概是长这样 第一个啦 上面注解就可以拿掉 因为那些有点啰嗦 第二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是用什么 关键的物件就是这个 叫Hyperlinks 加S 因为不是单数的 后面加一个.add add的话加入超连结 那前面有一个关键物件 叫ActiveShoot 目前的工作表 目前的工作表 当然你现在如果要 哪个工作表你也可以让它 那底下的话呢 主要就是几个嘛 这个应该是 什么 它的应该名称吧 然后它的address 然后后面又 它address就是一个 然后呢 Test to display 这个应该就是它的什么 它要显示的 Test to display 就是要显示的 所以如果假设 你要把它写一个回圈的话 基本上我们 可以修改几个参数啦 不过如果假设 你不知道这个参数 会不会下的话 那我建议各位可以学一个方法 就是按F1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add上方 邮标先放一下 然后按一个F1 因为有些 你说老师后面参数 我不知道下什么参数的话 那你其实邮标放这边按F1 它会跳出就是说呢 因为add可能很多啦 它问你说是不是 不是reba里面的add 是按说明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它会跳到那个 它的官网上面 你看一下我们hyperlink add 它好像跳到 如果它跳错的话 你会发现add 跳到是correction 不是这个 所以我建议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有不要再放到hyperlink 按F1 它就找到了 它问你说是不是这个物件 还是按说明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它会跳到那个啦 也是有里面这个物件 叫hyperlink的物件 那其中的 我们刚刚用的方法 有方法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方法 你可以自己 可能要自己点 因为add的方法 重复性太多了 那你会发现 hyperlink的时候 它里面总共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add 一个叫delete 所以它只有两个功能 就是增加超灵结 跟删除 至于要怎么写 你就点它 add就有了 OK add 它就跳到这个 hyperlink的 add的方法 所以以后 你说要不要特别去买书 像我 其实都不用 我不太建议 你刚才按了胡吧 其实里面官方都有给你答案的 只是说 它给的答案 没有那么完美 但是我 对我来说 已经够用了 OK 好 你可以看到 大家要怎么阅读 其实它里面会跟你讲说 这个物件 它的参数 参数就是后面要加的东西 有没有 基本上有几个必要的 哪些必要的 一个必要 这个叫锚点 第二个的话 叫addys 这个 你会发现 这两个是必要的 后面有三个是选用的 所谓的选用是说 没有 没关系 所以 我们可以分析 这个锚点的话 意思说 你要把游标放在哪一个range上面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是说指的是 你要指向哪一个储存格的位置 你可以用range 其实用sales也可以 甚至是sharp物件也可以 一个图也可以 第二个的话 给它超连结 其实给这两个就OK了 其他应该就不用了 所以 如果我要改这个程式的话 那基本上的话 我这个要 这个的话 addys也要 后面这个其实是不要 因为这个选用的话 可有可无 没有没关系 好 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底线 这个底线指的是换行 空白加底线 表示这一行 跟下一行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假设你要把它delete掉 你会发现这底下就变错了 你可以把这个网址放上来就OK了 所以基本上我大概知道 有两个一定是要的 这个一定要 那这个指的是哪一个储存格 指的是这个储存格 这个叫range的b3 或者如果你用sales的话 你可以用sales的第三列的b欄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你要全部通通加超连结的话 你就写一个回圈 第几列 for 所以你这边可以写一个for i等于第二列 假设你会向下对中 我们先不对中 到19 enter两下 打个next 然后把刚刚的这一行 直接把它放到for回圈里面 按个tape键 下一期 然后做什么呢 也就是 我要的 这个要增加超连结 放个储存 这个selection 指的是哪个储存格 那我这边加一个sales 哪一个储存格呢 第i列的b欄 OK 那这样他就知道说 我要的那个超连结 是要加在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他的网址在哪 他的超连结在哪 超连结刚好也是他里面的资料 所以 底下这个address 你就直接把它改成什么 其实也就改成跟这个一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那这个的话意思是说 我是要取得他里面的这个资料 那这个是锚点的位置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是指的是 这个所谓的锚点 是要放哪一个储存格的位置 那这个address指的是你的超连结在哪里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假设你没把握 你就可以按F8了 我的习惯是按F8 一个一个跑跑看 试一下OK 按一个F8 如果这一行过的话 那理论上这边应该会加一个超连结 有了 有没有 然后下一个已经加了 这下一个看不出来 下一个有没有 下一个有 诶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本来神是这样写出来 不知道我怎么写出来的程式 我只是 把整个过程 用我平常的方式 其实写出来就是只有一行 万一包个回圈而已 所以很多事情本来就是先做一件事 再做所有的事 对 那你一件事都做不完 你一下起来把它全部 不可能的 OK 最后顶多是说 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再修改 哪些地方要修改 就是说如果你的参数 假设 我刚刚不是讲吗 如果参数一定是两个 而且它的位置 顺序都一样 在你应该放的位置的话 那这个骂号等于前面的这个参数名称 是可以拿掉的 比如按照顺序 第一个是锚点 第二个是address 那这个如果顺序都对 那这个其实也不用拿 不用了 不用加 为什么 反正你按照顺序放 它指的就是那个东西 所以我的习惯是 我会把它抵抵的掉 为什么 因为 如果放到里感觉 程式会很冗长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得到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 add 它的位置 锚点的位置 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超连接的位置 所以说照它的顺序 还没有的东西 对 就是说你如果按照顺序 它的顺序一定是 第一个是锚点 第二个是address的话 那你是可以不用加 那个锚点冒号等于 address冒号等于 这个叙述啦 但是如果假设说你是 不按照顺序 对 比如说呢 你是刚好颠倒的 比如说你 你这个是刚好怎么样 刚好 你address 本来应该放后面 结果你把它放到前面去 然后你的锚点 本来应该放到 什么 放前面 结果你颠倒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加上 你的那个 参数名称 OK 这个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OK 就是这样而已吧 其实没有很复杂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 你翻很多书 没有一本书 讲到这个东西 这很妙 但是这个观念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吧 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了 所以我不会特别 我会去讲这个 但是我后来发现大家都不知道 OK 而且很多语言的 那个写的方式也都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这个观念建立的话 你以后再学别的语言 其实你会发现很简单 因为每个都一样的概念 只是把它换个名词而已 OK 好了 应该可以懂这意思 所以这个如果按顺序的话 这个不要 所以如果假设我按到顺序 好 那最弱的话呢 这样跑一下应该OK的 所以把它全部跑完 你会发现超连结都OK的 这边就有了 OK 所以我把它清掉 重跑一下 你现在没有吧 变成都怎么样 这边超连结再加一下 那好像你会发现很麻烦 很麻烦怎么办呢 你干脆把这个超连结 这一段剪下来 干脆把它放到这边好了 放到我们的爬虫的下方 有没有 有没有 然后最后的话再加一个quote就好了 前面有讲过了 有没有 这个超连结 这样的话呢 它以后呢 一次就搞定 有没有 就是 超连结做完 下载完之后呢 自动帮我把 那个超连结加上去 试一下 有没有 马上OK了 如果假设你 它第三个 第四个 全部加一加 一下全部都OK了 它其实说 所以你在前面写完之后 你事情就搞定了嘛 你很多事情就轻松了嘛 你就不用再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对不对 你就应该会时间变非常多才对 对 如果 如果 会做这些事的人啊 我觉得真的工作很轻松耶 对 应该没什么事啊 像我以前所有的事都写完了 我每天 只要乱一下程式 那剩下的时间要干嘛 你爱干嘛干嘛吧 老板如果他 不特别 知道你已经做完事情 他当然也不会一直 找你麻烦吧 OK 好了所以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录制哦 所以这个 这个本来是没有 然后我录制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动作做完之后 特别注意其实 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啦 目前的这个工作表 建立一个hyperlink add 我写一个回圈 然后加一个超级放在这里 最后大家如果你更贴心 这个19 可以改成向下追踪 这个我想你们自己再改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那种 这边把它改成用range 这边A1 向下追踪的话 就点end嘛 然后向下嘛 追踪到的例 这样会更完美 因为他将来若19 那如果将来的数量变多变少 那怎么办 OK你就先追踪的吧 这样的话 换一个内容应该就 我把它设个中段给跑一下 OK 所以这边跑到这边 然后他抓到的这个 向下追踪 理论那应该是19 OK 然后所以把超级抓一下 这样OK的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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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